大批信仲一路跟着神教 这是以往云林六房妈在过路绕境时的盛大场面 但今年碰到了武汉肺炎疫情 百年来没中断的绕境首次取消 六房妈是全台湾唯一没有固定庙宇的神明 每年会有斗六 斗南 土库等五个不同的乡镇市 轮流供奉 今年不但绕境取消过路交接仪式也简化 采取实名制 只有有登记的交接代表和李坚士等工作人员才能参加 至于一般的民众要等到过路仪式完成 神尊安置好后才可以到今年的土窟镇红檀参拜 而以往各乡镇市会派出的镇头 也为了避免人潮聚集也确定全部取消